这是一份 两份 三份 四份 五份 总共五份 完了以后呢 这个是SAM新疆的这个盘桃 特意从新疆发过来的 然后这个是新疆的这个小白信 然后呢下面还有就是总开还有五香 这个本来在北京买的那个北京特产 是在这个车上人家推销的吗不是 就是这个吗 就这个 我尝的还挺好吃的 可以 你看一家就相当于这样的 两家新疆的水果 然后一袋子那个啥 北京特产 可以了 几十年没回来 给 见过 几个兄弟妹妹 给一点啊 你看这新疆的特产 从这东西发过来 这边买不上 贵的东西 就是买不上 吃点鲜锅嘛 我想那咱们不是从新疆过来的 我们就带一点新疆的特产 但是路上呢又不好带 所以呢我就四天前我打电话从那边发过来的 你好多了吧 今天 好多了 昨天出了一身汗 不过现在说话还是有点感冒了 咋了 你一到河南太激动了是不是 一下就感冒了 肯定是水土不服吧 我觉得 我怎么好呢 米果也好呢 太稠了呀 外面 你又是太脆了 你 我爸是脆花 脆花 你看 米果就涮的 是不是脆花 真是太脆了 我米果可以 我米果还行 前几天出汗出的一辈子都湿了 然后今天是好多了 终于是缓过来了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去到公公的兄弟那儿去 到我们几个叔叔那儿去 到他们家里去拜访一下看看 这儿到货的这儿 那儿 这儿 总共十箱嘛 五箱信五箱头 走 给叔叔们带的那个新疆的特产 不客气 爸你坐前面 好 复购县 现在发展的挺好 你看这街道 干干净净的 到了到了 给大家看看 这是如楼庄 我公公书白兄弟吧 你看看 哎这小院挺好啊 挺凉快的 这是我公公叔叔的儿子 也就是他的书白兄弟 对 他说那会儿都是草房 这是进来了 挺古老的感觉 就是挺骷髅的呀 他原来就在这长大的 他在这长大的 这就是他的根啊 也是你的根 啊对 米果也是你的根啊 我原来最早在点心 然后再呼吸 你是一点一点 帮我弄弄弄 你现在弄很难 嫁机随机嘛 给大家带的礼物拿下来 我们这是那个新疆的特产 还有姑姑在那呢 上车吃饭去喽